今天台湾光复节 对于赖清德总统来讲 意义是什么 他是特别到了金门 但是这次当然不是为了光复节 因为光复节过去对民进党 如果以台独角度来看 意义不一定是这样 所以大家今天特别关注 他到金门去关注的是 古临头战役的纪念 那么在这样的场合 甚至大家看一看说 以他最近的行动来讲 这已经是历任 从马英九蔡英文以来 刚刚上任的第一任总统 这么短时间之内 马上就两度往金门去 他是唯一第一人 是不是要往中华民国论述 甚至有点接近两讲时代的论述 来靠近呢 今天的事实很受关注 但他谈得四平八稳 他告诉大家说 古临头不仅是军事胜利的象征 更代表了保家卫国的决心 当时古临头是 一连串的节节败退之后 唯一的一场胜利 所以守护住了台膨基马 寸土不让 坚定守护家园 那么这样子相对 没有再刺激 更走回中华民国老路线的 这个言论 是为了抢 被说是过半的50% 尤其是最近的民调数字 往下探 跌落了四成以下的时候 是不是暂时要放下台独的身份 所谓包牌的概念 把中华民国台派 全部都要包进去吗 而今天有个最新消息 也是在国内几个媒体被大作 就是欧洲的议会声明反对 中国扭曲联大2758号决议 赖清德总统特别尊重这件事情 表示感谢欧洲议会对台湾的支持 他认为呢 这代表的中国曲解联大2758会议内容 用来限缩台湾的国际参与 接下来赖清德放眼 2026、208从一开始上任 我们就是看到非常清楚的趋势 往宜兰走 看起来势在必得吗 陈经德 接下来要往这里来 参选了吗 还有屏东、周春敏、台南、子弟兵、零进县 高雄、潘梦安 是不是全部都要新潮流了呢 当然台南陈亭飞的挑战 在党内初选会如何 有待来观察 但是是不是收复宜兰 今天这篇报道告诉大家 民进党的宜兰的立委 陈俊宇已经宣誓 不参与2026的宜兰县长选举 目前是以工程会主委 陈经德新潮流系人选呼声最高 那天包括了陈晚会也在形容 当地很多民进党的派系都在抢 很多个人有些案底 或一些案子产生没办法选 所以当时新潮流系看起来是争取最立的 而这里有没有可能蓝白河有空间 跟民进党挑战 这里就是关键 而民进党2026的台南呢 那当然今天谢龙介委员也在现场 陈亭飞昨天在一个直播现场的时候 我也在旁边 她说我现在要全力讲 我现在反正我就是赖系 主席说的都对 主席说要团结 所以我们就要团结 我们要面对国内国际情势的变化 大家不要分化 一定要团结 对于接下来初选程序表现得很有信心 她说她一定是由她来跟谢龙介挑战 她是这样说的 所以接下来台南的弊案 光电弊案那么多件 很多民众认为从选前吵了这么多 大家揭逼了这么多 到底要不要办 办真的办假的 昨天我们看到两起一周连续有南检的侦办的光电案 结果在陈启玉这个前台研的前董作的侦办上 在院方居然把她裁定驳回积压 所以直接无保就请回了 那检方说还要再去抗告 现在还不知道最新的结果如何 但无论如何 南检这是侦办台研绿能的案子 是代表着司法的绿灯 赖兴德开的绿灯 要办台南的本命区吗 这当然还是问号 那其中当庭释放了之后还有大咖 谢龙介委员就公开的讲 有一位重量级的过去执政党的高层 牵涉了多许多的重案 他接到情报说要跑了 要跑了 大咖要落跑 所以他正式跟郑明迁就法务部长举报 也说马上要去进一步的去侦查了解 这个案情到底是不是检举的这样 待会可以由谢龙介委员来跟我们详细的说明 但对比科案最新的进度 当然是认为所谓的举止 从说他只是证人 大家不要乱想 媒体写了一大堆 果然一如媒体上写的 他就转被告之外 直接也把他通弃了 所以深夜查精华成案 再生压 严压柯文哲跟彭正森 这也是大家都预料得到结果 那接下来积压的证据 一旦就是拿不出新的的话 也只能用还没有到案的举止 来作为证人 还有相关重点证据 没有到案的情况之下 来争取严压 那当然这个案子里头 于备成讲的话 引起了很大的关注 也蛮厉害的 他突然冒出来一句话说 柯文哲的钱 可能你什么冷钱包查不到吗 可能藏在化粪池里 叫大家检调单位 要去查他房子 床底下不用查了 要查他的化粪池 如果他买的是有化粪池的房子 不知道谁有化粪池 那大家PPT讨论很热烈 台北市哪里来的化粪池 而夏征的专栏说 北检在抢救柯文哲大作战吗 也就是说 北检如果越把柯文哲往死里栽 柯文哲复活的机会越大 因为这些侦查手段有没有过当 有没有符合比例原则 全公开的侦查进度 成为媒体上的谈资 还有特定的禁检 取代了北检的时候 伤害的是司法的公信力 亮哥来看看整个现在选情 如果赖清德总统连到前线去 连续去金门 谈的话是这样的话 代表他想要展现的意义是什么 因为金门一直都是台湾的前线 中华民国前线 而且过去金门老百姓 为中华民国背了那么多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他去世好事 只是我们期待他讲更多一点 就是今天也刚好是光复节 他对台湾光复节就一字不提 对 他完全没有提到 因为这是同一天 古临头纪念也是10月25 光复节也是10月25 因为他不是说中华民国历史有113年 你要去展现一下对不对 你知道吗 我知道啊 但是你要这样说你就要说 你就要把它讲清楚 哪有说一个国家有三个名称 谁被你选 有这种国家吗 那国家认同不大家都大乱 对不对 我坦白讲我昨天对台南地院 驳回 然后这个 无报情回 对 南姐应该会抗告 已经说要提抗告了 我看到那个地院 驳回的理由竟然说 这个不是用证券交易法的 那个特别背信 说什么 台湾绿能不是一家公司 只是一个独立法人 所以不符合你的论证 我听到这种理由 我真的是快要抓狂 我坦白讲 今天谢龙杰在这边 他对台南的比我更深入 可是连我都听过 很多台湾颜绿能的各种行为 你当做没什么 昨天南检是32路搜索 我觉得这么用力在办 肯定你 然后台南地院你那是什么 什么驳回的理由 所以我这个一定 我觉得这个一定要办下去 坦白讲如果 台南的绿电占全台湾 20.8% 比较多 比较多 而且是几年内就这样追上来的 我们已经很快速就已经达超过4.5级级级了 全部都是在黄伟泽政内 所以你这个如果不处理 我坦白讲 对全台湾都没有办法交代 这绿能的弊案太多了 这个就好像桃园的草地皮 没有办任何一件 他只办了一个未遂案郑文燦 这个也很难交代 那至于这个 其实柯文哲被延压申请 这个早在意料中 当然 因为 这么大 而且如果连那个审信金 跟应小回都要延压 就表示还办不出来 如果连审信金 应小回你都办不出来 柯文哲你怎么会办得出来 所以他一定就是要继续 要约谈证人 就这样 委员先看一下 陈曲玉这个案子 已经三年多以前的案子 现在才终于要办 那大家已经踢爆那么久 终于办了之后 院方就说证据不足 犯回 不是证据不足 这个是有一部分是 跟最高法院的法律见解 台南地院应该是采取 之前最高法院有一个判决 所以认为 南检这样送的话 就是那个亏损的 受害的那个公司 他在这一块 最高法院是有判 所以我认为台南地检署会 用判例来 台南地检署会 针对这个法律见解去做 那就是他们送到台南高院 应该会有所突破 那整个 就是说南检办 我也肯定南检 但我不希望南检 你是成为政治打手 各位有没有看到 现在办的大概都是音系的系统 好 秦德兄你说要二次能源革命 深化 你的二次能源革命 人家是一度两三块 我们是一度五六块以上 你拿什么来革命 再来你清了这一瓶 绿能蟑螂 你有停掉哪几个案吗 没有 好那你把这些绿能蟑螂 清掉以后 你就养了一批新品种的绿能蟑螂 不是吗 左院长我问他的时候 我说你到台南去看那个案场 我当然我相信不是你安排的 你不知道你为什么去看那个案场 有人安排 然后你告诉我说其他的都有问题 你知道他们有问题 那你看这一场就没有问题吗 你到旗鼓看这一场 我问他大概没有问题 那你知道这一场是谁的场吗 他说他不知道 我现在告诉你 你告诉我我就知道 这一场就是赖清德总统的好朋友 沈先生 所以为什么他要去看那个场 后面还有第二波又八千多亿 你懂吗 我就说你们不要清除了这一批绿能蟑螂 结果你们又放了心了一批绿能蟑螂进来 继续吞打 你看大波的 欧巴桑九十块要跪下去 我实际说看都没下去 各位不了解 这不是只有热岛效应而已 这个如果有农作物 他开火会乱急 乱经他呢 买掉了 屏东 经济部长屏东 我说你回去 你有回去看他说有 有够增很多电源 有 你知道吗 这两年是因为粉界可从 所以大陆不进口联务 那现在开始有政联务的旁边经政太后联务 我跟你说那时候有开火就乱急了 火急就乱急了 不结智啦 你听到没有 农民的受害 民进党提高工粮你也不做 然后你又残害工粮你在清算农民嘛 所以整个里面的笔案 这个笔案里面我跟他说什么要走 我可以说侦查不公开 我跟北检不一样 对 我们侦查不公开 好几个案都是提到他的 那我咨询完以后 他们办案的人有来问我了 跟爸爸相有关吗 我已经跟他讲过了 我说你要启动荒陶机制 否则秦德兄你就是扮假的 你故意让他跑 你有跟他名字说吗 我有跟他说 所以走起他们有事 我没骗你 因为他只要一跑就全部断线了 这么关键 这架很重要的嘛 他一跑就全部断线了 包括台沿这个都会断线 这么关键 所以现在法务部 你跟你保证 马上去着手承办吗 他们会启动 他有部长有跟我讲 他会跟台南地检署的检察长讲 讲完然后 讲完你就最好让他跑 你就跑掉以后 大家才来玩笑 好 贺文哥 这是台北地检署 今天再去发的新闻稿 我是不知道有什么 像夏真这样子 资深的媒体人 都会把静周刊跟北检混在一起 我再拿徐晓芯当例子 徐晓芯今年 因为他大姑夫婿的案子 被静周刊写的就是个叉叉 应该把徐晓芯收押禁件 辞立委移送法办 结果徐晓芯到现在还在当立委 你怎么还在相信静周刊呢 我真的懒得在骂你们 我给大家讲 因为这个字写错了 连检察总长的名字都写错 很不礼貌 第二天联合报有道歉 是耳朵旁 为什么要办台南的光电 总长要出来讲话 这个就是我告诉你的 办给你看 他在台南地检署开完会之后 陈启玉就被办 所以刚刚龙介兄讲的说那些机密的东西 就是其他光电东西会办吗 对不对 观众朋友 我自己称赞我自己 比较不错 你看谢龙介进行说什么 台湾光复节活动要邀赖清德参加 我肯定我就跟他看了 我说我如果这样子我就学狗叫 如果赖清德参加我就学狗叫 晚上啦 本来说 还有晚上 我告诉你 不要紧 不要紧我等你 我又请你吃饭也不要紧 你就叫他去参加 你去参加台湾光复节啊 对不对 看要吃饭也要学狗叫 我一定说到做到 我们不能漏气了是不是这样 所以观众朋友 重点是什么呢 重点是赖清德说中华民国 赖清德说辛亥革命 赖清德你说台湾光复节 还是去节目参加古年头这些活动 你不能说他的本质是什么 他是台独精神 他是务实的台独工作者 你看对这前舅公这做外结论 你看欧洲议会 我觉得欧洲议会这种无聊的这种提案 是没有任何的约束力 欧洲议会这种叉叉我就不管了 但是呢 横在立法院的韩院长有个问题是 赖清德公开讲 立法院2758号的声明 要跟国际同盟同步 那现在蓝绿白三个党都各有版本 2758号的版本放在韩院长那里 韩院长这个是烫手三域 要看怎么处理 我这边帮韩院长加油 绝对不能跟赖清德妥协 莫名其妙我们是中华民国 我们不是中华民国台湾 我们也不是台湾 全世界每个国家叫做台湾 这很简单的道理 赖清德那些什么2758那个 那个不要管他好不好 我们要帮韩院长加油 不能像今天早上这样子 你还给我挠下来 挠下来 我的闭闭 我来说 好 休息一下来谈能源政策 因为赖总统又谈了 新的生化能源 做得到吗 马上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